各位鼎姊妹你們好,很開心和大家一起再一次有網上的討論 希望大家都能夠參與 還有如果有鼎姊妹在網上看到我們這個直播 你想參加你是可以找我的 我的聯絡資料都在我的YouTube裡面是大家很容易找到的 WhatsApp的紅白是94088617 我們今次是會繼續講之前的主題就是 如何對神的供應有信心 我們之前在歷代至上29章11到12節 那裡講到神尊大能力、榮耀、強聖、威嚴都是神的 天上、地下所有都屬於神的 而神能夠叫人尊大強聖 就是說當我們既然神是掌管一切 祂有一切的資源的時候 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神是會將所有需要的東西都賜給我們的 所以基督徒是可以很有信心的 就是說我聽神話 神就會凡事祝福我 我就會一定做到神給我的心意 但這件事未必照我們的心意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有些人說 我曾經曾經帶領聚會 有些人經歷神的更新改變 他很興奮 他就說 我問他你有什麼想做的事 他說我要做一個千人的聚會 我說你注目在你給神用 你不要注目在你做得多大 當你注目在你做得多大 這個是靈要自己 和我們想達到的東西 我們不是去達到我們要達的東西 因為神給我們什麼 我們是做什麼 就不是說 我要有千人聚會 這個就代表很愛神 也就是說 神啊你怎樣用我 如果你是使用我帶領聚會的 我是願意的 也都求主幫我做得更好 那麼那個注目點就是 在神要我做什麼 有時候神要我們做卑微的東西 不要緊要的 就是不是一定要做最大最大的東西 耶穌都說 在小事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小事上不義 在大事上也不義 就是說當我們 在最小的事上 我們都忠心的時候 我們自然做大事的時候 都忠心的 那麼神有時候都是要 在這些情況下 操練我們 以及幫助我們成長 但是我們深信 神有一切之源 所以我們放心 神會給我們的 我們聽神話 神會給我們的 那第二節的經文 我們前天說到的 就是詩篇二十四篇一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夜 那麼我當時查經 就跟大家更加去留意 這個和字 就是說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它中間所充滿的一切的資源 一切的食物 一切的能源 物質的資源 全部都屬於神的 那麼神要給我們的時候 是可以給我們的 然後呢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夜 分享不到的 那些Zoom那些 分享不到藍牙的 我們 是用藍牙 你就是用 你說藍牙耳筒是不是 那些技術問題 在這個時候 不要問我 因為我是需要專心 你遲些 你遲些再問我 看看我聚會之後 我和你研究一下 你是 待會Michelle告訴我 是哪位 OK OK 好了 那就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就是 說到人 就是 住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無論他 有多少錢 有多少勢力 無論他是 國家的元首 或者是 任何身份的人 都是屬於神的 都是神掌管的 就是沒有權兵 不是出於神的 在聖經裡面有說到 所以呢 我們知道 一切權兵屬於神 我們就不需要 懼怕任何人 但是我們尊敬人 我們呢 我們做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呢 在 就是 在 正經裡面講到 我們應該順服掌權的 但是呢 唯一的情況就是 信從神 不信從人是應當的 就是如果有情況 我們是 就是 有人要我們 不要信從神的時候呢 我們就 不要信從那個人 如果在某個情況 那這個就是 迫巴 就是迫巴 就是他迫我們 不要信靠神 那我們就不要聽 他的說話 因為屬於神的 就好像耶穌的 勇氣 他說 如果不是上頭賜給 彌拉多 你沒有權定犯法 就是 當時耶穌顯出 他那種信心 就是根本他不懼怕 彌拉多的 他知道一切在神的手中 那這件事 很多基徒 是比較難的 就是 尤其我們將來 大災難的時候 或者受迫伯 我們呢 被人抓了 那個人呢 就要 啊 在我們身上 私刑 或者要判死刑 那我們好像覺得 我們整個生命 就在他的手中 但是如果我們 深信 其實呢 是神掌權的 這個人呢 根本是 他能夠有這個權兵 都是神給他的 那神一定有他的心意 我聽神說 就算我是被殺 被折磨 神都會 能夠祝福我的 那這個呢 就是 對神的 高度的信任 知道一切權兵出於神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任何一個人 都屬於神 所以我們不需要 怕任何人 但是我們尊敬他 就不是代表 我不怕你 我就表示你 我們不會藐視人 我們是尊敬人 我們盡量去順服掌權的 好 那我們這次呢 看《馬太福音六章》 二五節開始的路 因為經文比較長 所以我就 不是全部讀完的 我大約的意思說出來 那它裡面呢 就說到 不要為生命憂慮 吃什麼 喝什麼 為身體憂慮 穿什麼 生命不勝於飲食嗎 就是我們的生命勝過我們吃的東西 我們的身體勝過我們穿的衣服 然後神呢 耶穌就用神的屬性和作為 去激勵我們 即是聖經裡面呢 很多時候就是 講出神那種本性 和祂的作為 祂多麼奇妙 來激勵我們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耶穌說到 為什麼你不要憂慮呢 就講出神一個很大的恩典 就是呢 講到呢 天上的非鳥 他們又不中又不收 也都不接觸在倉裡面 你的天父尚且養活祂 你們不給非鳥貴重得多嘛 那這裡呢 很明顯就是講到說 神呢 會看顧天上的非鳥 他們不種又不收 沒有一種動物呢 是能夠好像人類那樣耕種 收割的 但是呢 他們都不接觸在倉裡面 就不會蓋一個倉來收藏的 那麼天父都養活祂 那麼我們比非鳥貴重得多 就是比非鳥更加貴重的 好那這裡呢 我們就停一停 大家我就給一些問題大家去想了 在這個經文裡面 耶穌講到 就是神會照顧這些非鳥 大家可不可以想像一下 神會照顧非鳥 除了非鳥之外 神會照顧什麼呢 就是由這個經文我們去推論 這個經文就講到非鳥 是不是神只是照顧鳥呢 不是照顧一切的生命 是的 沒錯 照顧一切的生命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所有的生命合起來 的總數會有多少 總數合起來 你說吧 我聽不清楚 無限這麼多 是的 無限這麼多 那就 其實 很奇妙的 哇 這麼多生物 神怎麼照顧呢 這樣 就是我們很難以想像的 但是我們 如果我們研究生物學 或者研究那些 生物學 就是說生態 各樣的東西 我們真的發覺那些生態 那些神的照顧 真的很奇妙很奇妙 譬如我舉一個例子 是不是有人想說話 我怎麼知道 聽不清楚 我聽不清楚你說什麼 OK OK 好 那我現在繼續了 那就是 那些 比如說那些千曬料 那我在這個 國家地理這個 National Geographic 那些影片 因為我很多時候 我喜歡看那些 自然界的那些影片 也都看了很多 怎樣支持創造論的影片 那我就 我裡面看到些什麼呢 那些千曬料 那它從一個地方 千曬料 那第一就是 很多人研究 就說很奇妙 哇 那些千曬料 怎麼知道 飛去哪裡呢 而其中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有一種蝴蝶 叫做 Monarch Butterfly 我不知道中文 叫什麼 Monarch Butterfly 它飛完它的過程 是需要三代的 就是呢 第一代飛的時候 他沒有去過最後目的地 他只是飛到中途而已 而中間出生的那些蝴蝶 他又不知道 他的祖先 他的父親父母 在哪裡飛來 他又不知道 他將要飛去哪裡 但是他會向著那個方向去過 接著第三代 也都不知道之前去過哪裡 然後他也都不知道 之後去到哪裡 但是他最後呢 又回到那個地方 還有那些人很奇妙的 他就發覺呢 那些蝴蝶呢 他會回到同一個地方 並且有時候呢 是回到同一些樹那裡 就是 那些樹呢 很多這些蝴蝶呢 第二年呢 又來過 就是這個呢 真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他三代才完成他這個千曬 那這個就是神去感動他 帶領他 讓他的千曬呢 是有一個 就是 有一個 裡面的一個程式 那另外呢 就是 比如那些千曬雀 那他一去到什麼地方呢 那個地方就剛剛呢 就是有些什麼 魚在那裡繁殖 又有很多 他們吃得的東西 去到另一個地方 又有另一種生物繁殖 是很奇妙的 就是這個時間性 是撞得很對的 不過很多時候呢 這些環境的情況呢 是被人類破壞了 就以至呢 就好像原始那樣好 就是已經破壞了很多 不過呢 依然現在還是很好的 就是神用很奇妙的方法 供應所有的生物 讓那個生物呢 那種循環 那個系統呢 是非常之美好的 就是這個神 就是他的高度的智慧 還有神的屬性 我想問大家 這裡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屬性就是他本性 還有什麼恩典呢 在二十六節那裡說 在二十六節那裡說 你們不比非了貴重得多 那神看重我們是貴重的 好 那這個是恩典呢 還是屬性呢 是恩典 他屬性呢 他是有慈愛的 是啊 沒錯 非常好 那我再解解屬性和恩典的分別 屬性就是他本性 本質 恩典呢 就是他為我們所做的 所以凡是恩典就是說 他怎麼愛我們 照顧我們 這個就是恩典 屬性呢 就是他是慈愛的 他有能力供應的 他是豐富的 這些就是本質 OK 好 那我剛剛講到是什麼呢 剛剛那一節 我們就是由那一節去講 那一節呢 裡面呢 就是講到神照顧萬物 我們在這裡看到什麼神屬性 他的恩典 滿有慈愛 這個就是他其中的屬性 我現在自己講下去了 他第一就是屬性 第二呢就是他是豐富的 他有一切的豐盛 第三呢就是他是計劃好的 就是他這個供應呢 不是說隨意做得到的 他是計劃好了 是全部呢是預備好 那這種生物和養生物配合 怎樣令到這個整個環境呢 是能夠很自然 很暢順地去運作 這個就是神那種奇妙 是要做的 我們呢 雖然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由生物學那裡去 支持這段經文 但是當我們去詳細想的時候呢 是會加徵我們對神的豐富的明白 就是神那種豐富呢 就是他完全掌管了這個自然界一切的事 這個自然界所有的事呢 神都掌管的 他可以他有這個能力 智慧去掌管自然界一切的事 叫那些自然界一切的事呢 能夠達到神那個目的去照顧 就是他有這個能力 那以後他的恩典是什麼呢 那恩典就是他連所有的生物都會照顧的 他都會供應的 他連就是最微小的昆蟲 那我不要以為昆蟲是沒有的 其實昆蟲呢 有很多人說到有很多昆蟲死了 當然我們人就不想烏鷹啊 還有那些蚊啊滋生啊 但是有很多昆蟲呢 其實在這個自然界裡面呢 就是令到這個自然界很平衡的 是需要的 所以所有這些生物都是需要的 那我講一個例子呢 他就講到 有個國家呢 就以為那些麻雀吃了很多菇 他們就殺麻雀 怎麼知道他殺了麻雀呢 然後那些昆蟲 他就失控了 失控就是吃那些菇 還吃得多過之前 那麼他就知道我們不能破壞自然界的 不要以為人去管理呢 就會更加好的 那麼我們就看到神那種設計 那種奇妙 所以我們就更加感激神 你真的好了 你在這些一切的事實上 你都有其妙的設計 你能夠在一切的這些生物裡面 彰顯出你的能力前來 你照顧他們 那神照顧那些麻雀 那些菲尿啊 那些菲尿啊 那些菲花啊 也都同樣照顧我們 OK 我今天呢 因為有些事情 突然間知道 我現在要停止 不過大家可以去反思了 也都可以繼續去思想這個經文 我們明天會繼續 我們一起去祈禱一下 灘外天父 我們多謝你 感謝你 因為你呢 創造很奇妙 還有你本有恩典的 你的創造 不只是有能力去創造 你是有恩典 有前奈 有計劃去創造 以至整個環境那種平衡呢 是非常之美麗的 你會供應所有的生物 他們需要用的一切 讓我們知道 神都會照顧這些萬物 而這些萬物創造 都是為了我們的 一切為了我們的 我們就將 真是說 多謝神 你會照顧我們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只要我們走你的路 遵從你 親近你 你一定會祝福我們的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凡事有信心 我們親近你 遵從你必定蒙福 一定是神會保守 祝福我們的 我們就 憑信心向前去 更加靠著耶穌做更偉大的事 成就偉大的事 彰顯你的榮 要多謝天賦 債美天賦 祝福 要晚安 祝福 就算不停 就算不停 很偉大的事